瑞士80亿美元战机太幻岸竞标大赛启动 瑞士今天启动孤达80亿美元的竞标大赛 要太幻老旧F-5战机机队及旧型F-A-18战机 广邀欧洲和美国五家武器制造商在明年1月前递交标单 瑞士国防部邀请参与竞标的武器制造商包括欧洲的空中巴士集团 Airbus,法国达缩集团,Desault,瑞典申保集团,SOB,美国波音,Boeing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,Lockheed Martin 根据防空2030,Air2030计划 瑞士正在寻求采购新战机和地面空防系统 这项计划估计要价80亿法郎,80亿8千万美元 除了防御,中立的瑞士也在达佛斯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等活动举行时,以战机监控空域 瑞士去年11月曾表示,希望新飞机能在2025年前交机 收集中在除了好联系 战机监控空境 第一ひ gains保持人家后 由于我们扶持下gu折 searched 是以 comfortably上一道步糞派 table